欢迎收看卖艺DJ财经新闻 我是叶家伟 随着汽车的普及 车子对消费者来说 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已 而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当中 另一个讲究舒适和歉意的生活空间 不同车款的内饰件表现 也成就了个别的品位 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家公司 是广华KY股票代号1338 它是全亚洲能够提供 样式最多的汽车内饰件厂商 而它优良的产品品质 也因此可以让公司 切入到难度比较高的 日系车厂供应链 但是也因为公司的订单 太过于集中在日系客户 所以这市场如果出现什么样的波动 就会容易干扰它的营运动能 因此近年来 公司就积极把它的营运触角 扩及到了欧美车系 还有中国的自主品牌 而相关的耕耘 就已经即将要来进入到回收期了 此外由于电动车的发展趋势 将会使得车身 还有车内饰件轻量化 有助于塑胶内饰件的产品更广泛的应用 而这对广华来说 也将是一个新的商机 详细的状况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 广华总部在中国大陆东莞 是由台商独资成立的汽车内饰件厂 公司在1999年取得日本的水转印技术 至今仍是中国极少数拥有世界先进水转印技术的企业 而且也成为三大日系车厂 本田、丰田、日产在中国的主要供应商 广华主要的产品是广泛运用在汽车内部的塑胶件 像是中央扶手、仪标板、车用座椅等座餐空间 是汽车乘坐者最直接感受到车内的空间美观和质感的地方 所以广华必须和车厂共同开发设计 产品射出成型之后再进行不同的表面加工 因应不同的质感、纹路跟风格就有不同的表面处理技术 像是喷涂、电镀、水转印、3D立体雷雕 做到仿针的材质 甚至也有用针目针铝制造的工艺 而我们从营收占比来看 涂装件占大宗占了它的营收占比达到45% 其次是转印件占了25% 还有成型件18% 而值得注意的是广华的客户群都是注重品质和质感的国际大厂 像是日系客户目前营收占比超过六成 后来也打入欧美系客户营收占超过两成 而看好大陆自主品牌崛起 公司近年积极经营 在这部分营收占比将近5% 若以内外销比重来看 中国内销占了78% 外销超过两成 而对消费者来说 其实要不要买一台车除了品牌性能跟价格考量之外 现在外观的独特性是不是有符合流行趋势 也都会影响消费者的决定 那么这一点呢 汽车内事件就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比方过去呆板过时的塑胶制品 现在就已经被仿真木 真皮的表面处理技术给取代了 尤其能源车的发展趋势 汽车需要减少车身的重量 根据研究统计 未来20年汽车重量要减轻20到26% 这样子的趋势之下 仿真程度已经逐渐成熟的塑胶内事件 被预期未来的使用量将会大增 增幅达到了29% 而对于汽车内事件厂商来说 紧密的跟客户合作 掌握汽车发展的趋势就变得很关键 以广华主要的销售市场 中国大陆来看 今年上半年以日系品牌车的销售成长动能最强 销售年增率达到17% 主要是因为萨德事件 让消费者往日系品牌选择有关 而至于在车种上 今年SUV车则是销售动能最强的 也因此广华站稳中国最大的日系市站之后 持续扩大其他市场的布局 其中电动车也是公司近期发展的重点 接着带您来看的是广华公司的竞争优势 包括了表面处理技术 其次则是它通过国际大厂的品质认证 另外呢 它的产品品质稳定 具价格优势 同时广华长期和大厂合作 所以它的产品在业界是具有领导地位的 最后带您看到的是广华使用来自日本 还有德国的高精密度的机器跟设备 也加入了自动化生产设备 让公司更能因应市场的竞争 好的了解完公司的竞争优势之后 最后带您来看到的是广华的业绩展望 广华是因为在三大日系车厂的营收占比偏高 所以一度因为钓鱼台事件去干扰到公司的营运动能 也因此公司开始展开比较分散的布局 扩大欧美品牌的订单 并且开始经营中国的自主品牌 所以广华除了在中国有多个据点 那么有助于它自主品牌的接单之外 现在也已经到墨西哥设厂 同时公司它聚焦自动化 还有新的制程跟材料的开发 并且往轻量化的产品来做发展 所以法人圈就认为 广华随着打入到欧洲的高端品牌 以及中国更多的自主品牌 所以它未来的营收表现 就有机会重拾成长的动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